欢迎收看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黄金如Ruby 首先要请观众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另外透过音讯以及Podcast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呢 也请记得要到YouTube搜寻股市蔡英斯坦 就可以看到摩托头顾 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 精彩的股市相对论的教学 那么今天的台股呢是下跌了80点 收在12,795点 那就像我们上周已经强调过很多次的 台股键只要不公呢 指数就会拉回 但是相对的也会创出很多新的机会哦 有很多个股呢是已经打底完成了 那准备要来发动了哦 那当然如果有叠价的敌财呢 就会更加的加分 那我们本周的焦点呢 一样会锁定在绿能、生计、汽车、NB 这四大版图 只是个股这么多 股票怎么选呢 那就要赶快来欢迎我们的股市创业王 摩托投顾、参与次谈、蔡正华老师 老师你好 股票好 投资本人大家好 老师除了今天台股就是有稍微下跌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的新闻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特斯拉9月22号 就是他们的电池日 那接下来会连带的影响到哪些族群呢 那这个我们解盘是 好像就是这个 信守年来啊 是 讲的都我们讲说 看起来好像云淡风轻啊 是 那实际上如果你这个 真的在股市里面 拿真钱在玩 是 如果没有掌握到我们 一直跟各位强调最重要的几个概念 今天超惨的你知道 真的真的真的 我想真的 手机打开都绿油油的这样 想哭耶 是 不要以为股市都是 真的像电视上讲的 好像这么美好 都报喜不报忧这样 什么当冲一天赚5000是吧 是 什么一个月赚15万是不是 好 我告诉你啊 那个一天赔8万的时候没讲而已 对 就是好比说我 就好像我以前跟各位讲 为什么很多人当冲做到最后会 请家荡产 然后老婆都走掉了 是 因为你100万的资金 你去跟他玩当冲 你不会只买100万 你会买500万 对 因为你心里想说 我等一下嘎掉就好了嘛 对啊 那我今天买个500万 想说等一下拉涨停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搞不好早上去买利利 锁个涨停 想说明天这个 这个尾盘就把它冲掉 不用等到明天 结果你看 一旦没关上 或是挂个价没成交 刷一个就打回来 快到平盘 那你看看500万 如果说拉回来5%好了 对 500万拉回来5% 就多少 525万嘛 对 那你100万 你能赔几次 对 刷刷几次就没了 所以要其实 再一次跟各位讲 一个重点 像今天的行情也是一样 股票市场上 它的风险是在于 你原本没有想到的地方 我们就拿今天来讲 你看 上礼拜台积电跳空这一天 有多少人出来跟你讲 以后台积电的这个高阶制程 多了不起 是 说那个什么三星怎么样 跟不上台积电车尾灯 对 说这个美中交恶 那未来这个台积电怎么样 然后就是很多类似这种东西 造神这个事情 它其实是可以用在方方面面 是 它可以用在电影上 小说上 对不对 它可以用在这个股市上 也可以用在政治上 对不对 都有一个所谓的造神 对 就一旦有一个成功者出现 你会发现美企一窝蜂的 就往一个地方猛窟窿 对 那原因在什么呢 因为要抓大家的眼球嘛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说 市场上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来讲 我们就以台湾来说 有很多的财经名嘴 那你得要搞清楚一件事 你每天看这些财经名嘴 人家讨生活的地方是在点击率 人家讨生活的地方是在稿费 人家讨生活的地方是在出厂的车马费 对不对 那你看它看得很精彩 实际上你跳进去 你看在大家最疯狂那一天 台积电本身你高点没有关系 但我就跟各位讲过一句话 台积电带大盘去攻高 台电只要它 它我还不讲跌喔 只要它停下来它不涨 我告诉你其他股票就死定 是 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讲过很多次 你现在死定了 你只要去追高我现在死定了 你看上礼拜四 礼拜五加今天 对不对 早上一大早台电开高 我还看媒体在那边讲说 什么台股不畏 美国怎么样 什么事务日 然后就反开 讲一大堆好像很专业 好多股票今天流上一线 拉回来不是3%就是5% 是 你如果说限股放者无所谓嘛 对 你今天当冲要是跟人家去追强的 尾盘一打下来回平盘 25万又没了 对 你能够玩几次吗 所以 还是要跟各位讲说 我们Light 跟我们一起去训练你的一个什么 就是说实战超盘手它的逻辑 对 那我这一两个月都在跟各位讲一件事 指数它不是那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它这个节奏 对 它每一次去攻高 你看台育定它每一次去攻高 就算它攻高它拉回也一样 攻高也没有用 你大盘就是会有一个节奏 那这个节奏是什么逻辑呢 每一次去攻13000的时候 会诞生新的股票 每一次从13000下来的时候 会杀新的股票 是 所以你看它实际上 好像平静无波对不对 对 这砂盘已经杀了一刀 两刀 三刀 四刀 这四刀当中有多少人赔到钱 我告诉你 你指数都看不出来的 那个刀子 那个血都是留在河里面 是 很可怕的 真的我不一个一个点名了 对 你看嘛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讲这个联发科就好了 这么大的股票 我讲无所谓吧 大家今天一定讲说 哇你看联发科 叫你不要再杀在低点 然后出来好像邀功一样 对 这种我看了都想替观众哭 你知道吗 你不去讲人家那个 买在一750的 你知道吗 车子都输掉两台了 是 你再去跟他讲说 你看叫人家不要杀低 好像还认为自己有功劳一样 是 这是什么社会 不然我们讲说什么 郁金光 你看 你是一个很典型的 很多人讲说 一大早 郁金光还没有留上一线的时候 你看我们郁金光 一直涨一直转一直涨 你都不去想想 人家套在820的人 对 老婆都跑了 这个是开胖 贷款都不知道怎么缴了 对 还有人厚颜无耻出来说 叫你不要杀到低点 人家这边都输掉不知道几百万了 那你怎么不叫人家出再2802勒 你怎么不这么做勒 是 你820出掉 你现在这个地方500多 来找买点那多好勒 对 这就是回到我们指数的地方 你仔细看 股票是这样的 你指数看起来都平静无波的 就好像我常讲一件事 你做股票 家里人不知道你做股票 回来一看 上礼拜五指数大涨的时候 真想问你 今天赚多少钱 是 来吃个红 对不对 对 这个周末大家一起韩壁楼 爸妈还先把你订好位了 对不对 对还是什么新餐厅 是 还是什么这个 人家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说什么 民俗院买车才可以要得到回馈 对 那业务员不是会送回馈吗 没错 因为大家不敢买嘛 对 他就送啊 什么行车记录器也送 什么保险也送 就送给你们 哪敢讲 对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跟各位讲 你看指数是平静无波 里面我告诉你 血流成河 对里面是腥风血雨 但是我现在话又反过来讲 是 有人杀就一定有人涨嘛 对 要不然指数怎么在中间 对 那就轮到我啦 腹顶有没有涨 有 上一半我们还特别 涨停板 涨停板 我都不好意思出来邀功 是 因为我现在 我心里很清楚嘛 散户很辛苦 是 对不对 对 每次出来就大家在那边邀功说 哇 今天叫你不用说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对 那有的人上礼拜说 老师我知道你讲腹顶 但我买不下手 因为我另外一支股要套牢 但我知道啊 我知道散户的苦啊 所以我们今天都不会出来邀功 但是我要再一次跟各位强调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相对论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我们纯粹就是把那个目光的焦点 放在操作这两个字上 是 所以再讲一次 大盘的节奏 这个叫做一浪 一浪 就好像那池塘里面的涟漪一样 是 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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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这个浪起浪落的时候 一定是有人窜起 有人坠落 是 所以指数才会维持在中间 对 所以我们不要去笑人家那种跌下来的 因为当股票有跌下来的时候 我的想法 当联发科在下跌的时候 我第一个念头 这一笔钱跑去哪里 资金流向哪里 我们也强调过很多次 你只要抓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 就是说 你在追逐那种头条新闻的同时 你想要去看那些 财经媒体的名嘴是怎么解读这个新闻 与其这样 我正好要教你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 每当出现这种财经媒体头条的时候 你把简报剪下来 摆在一边 下礼拜再来看 你会发现不重要 自己真真 剪过之后就知道不重要了 你会发现不重要 然后呢 当下一定是 会有另外一个族群长起来 是 可是在起涨的时候 你会发现 没人去报导它 他就让自己默默的 一定要等到大涨的时候 才会有报导 才会有报导 对不对 所以N字突破 重点 抓谁创新高 这就是最重要 那我们就从这个逻辑继续看 因为我们常讲 一件事情就是说 只有不断能够被复制的方式 才能够带你成功 是 那你偶尤运气好有什么用 对不对 要能够不断复制的方式 对 你才能够来创业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举例来讲 四个大版图 对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变 像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生计有涨起来 上礼拜讲过了 没错 那NB零组件 你不要看短线在休息 等它整理完又涨了 是 那今天气色零组件 刚才这个 Ruby就讲过 讲到了这个 这个Tesla的这个 电池 电池是怎么样 那其实它就是会带动 气色零组件 是 好那我们今天来带 另外一个观念 在我们观念当中 很重要的 就是右上角跟右下角 天龙跟地狐 天龙跟地狐 右上角跟右下角 这什么意思呢 你在看待这个股票的时候 那个画面 就是有创新高跟 底部期长两种 那做股票尽量不要找那种 在中间的 不动的 对 最好是涨右上跟右下 是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上礼拜跟各位讲 我们从合一 开始跟各位讲 那我们上礼拜 不是跟各位说过这个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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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上礼拜五 又买2000多 短线因为买太多了 今天有点震荡拉回 这很合理 是 那但是无所谓 无所谓 因为现在重点在于 它什么时候 你知道有没有机会在11月被 加进MSCI 对 没错 好 那你如果被加进负值指数的话 可能大家就认为说 那原来这一段就是在涨 被纳入负值指数 所以就告一段落 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件事 一件事的告一段落 反而是下一次的新的故事的起点 是 对不对 就好像说 有人说我国中终于毕业了 对不对 那你就光想着国中毕业 你发不了财 对吧 其实 国中毕业它意味着 我高中刚要开始 是 那你怎么不这样想呢 那我高中终于毕业了 你以为故事就结束了吗 没有 其实你大学才刚要开始 对 所以股市是生生不息的 是 所以说这一次负值指数 那下一次就MSCI 是 所以我们看到 有没有机会来创这个高点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 当时呢 在这个季线附近 这个季线对比什么 高点 是 好那这就称为什么 往下看叫右下角 往下看右下角 所以 当升级一开始起涨的时候 它能够带动到 是右下角的股票 是 你看像中天 对 上礼拜跟各位讲说 我们先来布局 今天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又反而 创一个短线的新高 没错 站到季线的上面 对 因为他们中天集团 月底的时候 在苏州有一个这个 星耀的这个 邀请 发表他们的看法 是 那是不是会讲出一些 令人振奋的新的东西 大家也很期待 不过股市就先动了 对 那我们 要讲的 邏辑就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有人说 老师那我是不是要买 创新高的股票 还是我要买底部的股票 其实这个问题 它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因为什么你知道 有的时候你要买创新高的 有的时候你要买在底部的 底瓜起涨的 为什么呢 因为N字本来就是分左边跟右边 是 你左边就是要买创新高 对 那你右边就是要买拉回 那请问一下 什么时候该买左边 什么时候该买右边 这个就问的问好 就是说 其实你仔细想想看 现在的左边就等于以后的右边 对 对吧 是 因为你以台积人来讲 它这20年来每年都在创新高 是 那你说它是在高基期吗 可是 当它拉回的时候 今年2月 你看300就叫低基期 对 但是你现在再回头来看 那原本的高基期 就变低基期 原本的低基期 又变高基期 因为股市是一直创新高的 除非你那两股票 它不是创新高的股票 那就没话讲 就像路比讲的 它是不动的股票 对吧 所以我们看 在这种情况下 原本你在今年的6月间 你说 中天我们说 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你不买第二根涨停板 请问你追得到吗 你追不到了 追不到了 那就表示说 盘面上的主流 在涨右上角的时候 你就要做右上角 盘面上的主流 在涨右下角的时候 你就要做右下角 这句话才是对的 跟着盘面走 对 就看你现在流行什么 那你看 上礼拜五 带动整个生计起来的 它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合一 是 因为 本来 茂迪在右下角 它涨到右上角以后 资金出来了 它又往生计股去找右下角 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 生计股真正上涨的原因 除了本身在这里 已经股价修正之外 现在的资金喜欢找右下角的股票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 好 所以这个就是要扩散开来 那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这个呢 就是说 你不要搞错一件事 比方说 我看好 买一档股票 可是它现在在右上角 我就去追 那你一定受伤 现在就不流行 对 你说 听说那个什么 我看好像70年代流行过喇叭库 是不是 好像是 现在是流行窄库馆 对 倒也不是说喇叭库不好看 因为现在不流行的吧 对 搞不好再过一阵子就流行 就是它也会复古风 它这个 你是要看市场上的氛围 市场上的氛围 那你既然涨到生计股的话 生计股全部都在季线附近 那你一定就是找右下角的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中天 今天就来创一个短线上的高点 对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永鑫 同样都是这个研发新药的股票 是 你看它今天盘中就拉了 对 就没有像其他的股票沙尾盘了 没错 它盘中就上去了 这就是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到现在 你把这个逻辑 在你脑海当中再顺一遍 就是说我讲的 台积电它只要一停了 那股票就是做一个轮换 是 什么叫轮换呢 先前涨的 改成最近才要涨的 那先前跌的呢 反而这个地方有机会止稳 是 那先前涨太多的反而会拉回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告诉各位说 不能够去追那种涨太多的 找那种低基期刚刚上来 那不是说永远都要叫你找低基期 是在这个阶段的主流 它这样走 是 好那我们来看 把握这个逻辑的话 今天找到的生计 就没有太差 是 上礼拜买的中天 今天也在创新高 对 就没有盘面上的问题的 是 就没有我刚刚跟各位讲那个血流成河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因为你 我们讲说上升格局当中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说第一个上升切线 应该怎么做 卖出嘛 是 这里是不是要先把它卖掉 没错 对不对 就没有说什么生计股涨多拉回的问题 是 因为你N字突破的时候买进 这个地方失手上升格局的时候卖掉嘛 卖掉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 下面再找一个买点进来 没错 找一个日出 这样子嘛 找一个日出进来 对 这就是生生不息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我们来看申华科 他那一科要说重症患者吃了以后就好了 对就复原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当中是属于最重要的股票 那我们看一下先前创新高的格局 创新高必有一个拉回 那么它的拉回呢 在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交代 是 在这个阶段点 有没有 拉回来做了一个交代 那么这里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N字上去 那因为最近在做分盘交易 所以这个 比较看得不是那么的明确 是 那么等到分盘交易结束了以后 更容易发现说 这里是不是就是它短线的低点 是 所以投资分成右上角跟右下角 高位阶跟低位阶 比方说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你在这里就是高位阶 是 就是右上角的部分 但你拉回来又在那边整理一下 再过一阵子回来 高就变低了 那就是右下角了 对 高就变低了 是 好 那高与低本身没有对与错 没有告诉你说 一定要买高或一定要买低 是 重点是在于盘面 目前是以哪一种模式当主流 那现在来讲的话 那低位阶为主流 是 比方说我们来看广关科 好 那广关科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逻辑 今天是不是就打了一根跌挺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 好 3287 好 那你看 低时间点在这地方 逻辑就是没有错 它当时在低位阶 是 好 那拉回来 其实也没有错 是 不過呢 它在分盘交易之前先攻高 那今天回复这档交易 就算高位阶了 对 因为你这个不能视为低位阶 你这里一定是高位阶 是 以盘面上来讲 它是在右上还是右下 右上高 右上 那你今天就不能追 是 所以说不是说一个股票它好或不好 而是在于现在目前主流 你在右下角去找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去找这种股票 因为你何况是你前前低进高出 已经做过一次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等它再次整理为低位阶 再次整理为低位阶的时候 再找下一次的机会 那这样的逻辑 我们就把它放在副顶身上来 给各位看 没错 今天再攻一根掌停 掌停吧 上礼拜五我们才提到而已 因为你上礼拜五 看我们的liot里面就写到 是 这个几个逻辑 我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 MOSFI是从低位阶刚刚转上来 但是这个族群很大 这个族群很大呢 你不能每一只都做 你只能够做什么 最强那一只 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 你千万不要等到最强那只 涨了两三根 到最后大家受不了 要集体转强的时候 你才去找一个还没有涨 那你一定会买到 茂杰利啊 茂达那边升上去 所以你集中火力来看的话 今天你看上礼拜 第一根上来 富顶创新高之后 那么你要胜房的是什么 礼拜一出现空头抵抗 那早盘我们来看到这个资金出来 空头在这个地方盘中放弃抵抗的时候 这里就变成一个主升的喷出段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第二强的是谁 尼克森 对吧 上礼拜我跟各位讲过 那今天果然富顶呢 直接来创新高 好那注意一下 富顶到明天就容易出现震荡了 因为前高在这里我们把它拉过来 前面的高点是不是在这边 前高在6月的 大概在32到33中间 那因为上礼拜我没有过嘛 但今天有过 那今天有过的话 留意一下这个明天再追高 短线就有风险 因为过高之后会有一个什么 空头抵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尼克森今天管的盘中就拉上去 盘中就拉上去 所以你看上礼拜的一个买点 今天来看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它没有涨停板 不过你如果买在37块半附近的话 今天最高来到40块以上 其实也有一成的 以上的这个价差 所以再次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台积电 它事实上是从上个礼拜 4开始拉回 那有没有出现新的转强的股票 有 生计股加上MOSFI 就我们讲的还是没有错嘛 所以每一次的这个律动当中 要去找到新的转强 其实这就是创业的第一步 所以你说股市创业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确实是有 那有的人就产生第二个疑惑 老师我看好了什么什么 今天怎么样 类似这种造句 我听过很多 但其实应该怎么跟你讲呢 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从基础 教你这些观念 我的回答你可能听不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句 因为你是在用你脑中的想法 去希望市场上来印证你 你的想法是对的 没错 但我们相对论教你的就不是这样 我们相对论教你的是什么呢 你有你的想法 但股价才是市场的想法 没错 对吧 股价代表是市场的想法 你不知道 事实上你不知道 这个市场上在发生什么事情 是 就举例我讲一件事 就是说上礼拜五你看 中国股市A股在大涨 是 拉起来 然后 这个周末期间不是就有那个TITO 那个 的那个新闻出来的吗 是 有条件告诉你说可以怎么样卖 是 这个事情就很好笑 那股市其实是 永远有人比你先知道什么 是 你现在看上礼拜五 对不对 中国股市这样拉起来 我那心里觉得很好笑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连中国的股民 他自己在上海北京浙江 说不定都没买 对 你知道吗 但是 中国有一句话叫北上资金 你知道 那个外资 外资滞留在香港 是 然后他们称之为香港到上海去买 称之为北上 你想想看 那个人家多厉害 对不对 你说上礼拜 为什么那个路股突然拉一个红棒 因为有新闻说他们券商什么 要改革什么 其实那个都是表面花 是 我告诉你啦 那个TITO的事情 华尔街 我就仔细讲一个啦 谁能够直达天厅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说TITO这个事情 要卖给美国企业 谁敢说准嘛 我看当今地球上只有一个人敢开口 是 对吧 那我也不要讲是谁 你心中有你的答案 我心中也有我的嘛 你就自己想一想嘛 是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中国会拉一根红棒 就是那么有趣 结果呢 周末就给你这个新闻 对 所以股市当中 再跟各位讲一讲 就是说 N字突破呢 它是这样子 对写一个N 自己在心中也写一个N 左边的这个N是什么呢 左边的这个N 神秘的买盘 对 Ruby Ruby Ruby讲的你看 Ruby她现在都知道了啦 那但是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掌握嘛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根红棒必有原因 是 那你要把握到右边转强这一段 没错 对吧 好那我们来看新一波的隐藏版 然后开始讲了 对我们上礼拜有跟他预告一下 对那我们这些讲的 大家都已经认同了以后 我们就要来看一个逻辑 找盘不啰嗦 滴开以后 直接拉涨停 直接拉涨停 那股票是这样子 大家熟知的就 有点什么说呢 就不是那么的神秘 是 但大家其实不太知道的 就很飙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公司 我们上他的官网看一下 知道的人真的很少 首先第一个 这是太阳能板 是 它不在大家熟悉的那几只里面 是 我就直接跟你讲 绝对不是什么 什么帽敌元金太金 对啊你今天会用这张图去搜 对 不要搜这个图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是掌握人家 还不太知道的 是 那我告诉你叠加什么 MOSFI 对啊 它今天叠加很精彩 你看 什么样的股票 有跟副顶 有跟尼克森 一样的精彩 对还可以这样叠加 还可以有太阳能 那真是很帅嘛 那我们看一下新闻 好 还真的 跨足5G AI跟电动车 是 那今天当然狂拉一根 是 所以再一次来跟各位讲 就是说我们的掌握是这样 我们在我们的公开信息当中 真的是 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 我们股市的看法 是 但最终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你回头看 我们事实上是怎么样 表里一致 是 我们刚刚来跟各位讲的分享 我们挑的股票 也确实是有我们这样子做法做出来的 是 而且我们也是趁什么呢 趁这个大盘 它震荡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去找新串起的股票 是 大家还不知道的那种 对 那就是邀请你们 其实认同我们的理念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家族 是 加入我们的家族的话 跟我们一起 在低档做布局 在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分享我们的这种成果 对不对 那你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比方说 太阳能现在大家都会讲了吧 是 大家回头去讲那些同志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拉五六根涨停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个转强是什么呢 是像印太 像这个就有点像上个礼拜的附顶 是 好 中继整理压缩到尾段的时候 这个我们看到 今天来做了一个上工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一种阶梯形态 但整体来讲 中期来看的话位阶都算低的 那你看这个嘉陵的话 是前一波的那个汽车 汽车镜头 那经过这个分盘交易以后 今天有短线创新高 我在想 如果说你前一波没有买到的话 在这边应该是不太好买了 你就算是鼓起勇气买了 大概震一震也会被洗掉 所以掌握一个重点 就是说买在起涨的第一根红棒 这蛮重要的 是 好那艾浦 三个月之前它是高位阶 现在就变低位阶了 因为它震下来以后再转强了 所以说以前的高位阶就是现在的低位阶 现在的低位阶以后也有可能是未来的高位阶 那就是买低卖高 好我们看一下上尾跟中兴店 这两张股票中间已经整理一段时间了 中继整理一段时间了 是 那么这里需要一根长红棒来做表态 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进行整理 是 那太极这个就是从低位涨到高位 大师兄休息的时候就是他表现 对 低位涨到高位 那边涨我们会做边调节 因为你有赚钱的话 资金还是要拿回来一点 再找新的这个低位阶来做布局 是 好 那这个就可以防止说 你看像莉莉出现这种悲剧 因为你这一根跳空买不到 是 真的有人会去追金田 真的喔 真的有这种人 因为他想说 那你这个新的这个Apple的供应链 是 体材很好嘛 就是有的人他真的会去追 那这个就是告诉各位不要 因为为什么 你这里是从低位阶涨到高位阶 是 你又从高位阶整理到低位阶 是 那你就要把握N字当中再转强的机会 你不是买这一根就是买这一根 那已经连拉三根你千万就不要买了 为什么不要买了 刚才不是说过 有的时候也要买第三根吗 但现在不是 右上角的股票在当主轴 现在是右下角的股票在当主轴 你追高就一定会受伤 对 跟广定一样 要买就买第一根 买第一根 好 那这个 其他的相对来讲的话 我就直接带结论了啦 刚才Ruby有说到嘛 Tesla电池日 那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不会只有电池转强 是整个汽车零组件 尤其是还没发动的 都有机会做带到 那我们已经有心中 选好的目标 也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 没错 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股市创业王 老师带着你操作 那要怎么操作呢 就赶快加入 蔡英姿坦老师的light 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赶快加入老师的light 让老师带着你在股市里面创业 我们还有隐藏版的标股 要在里面告诉大家 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立刻私讯或来电都可以 我们的标股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赶快加入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 谢谢老师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